科文哲指出,日前七大公費篩檢站PCR陽性率為13.8% 經過呼籲快篩陽性者裁PCR之後 可以看到陽性率大幅提升至64% 顯示各篩檢站已是危險地帶 若非快篩陽性者不要無故前往檢查 否則反而容易被傳染 另外他也針對台北市篩檢量每天4000做辟謠 從現在開始,住院的適應症要拉高了 門檻要拉高 什麼情形下才可以住院 一個是除非你跟我講說你實在是很危險 法院36週以後 平常就在洗腎 或是有什麼很多慢性病 稍微感冒就會心臟衰竭 如果很脆弱的病人以外 除非你要用氧氣 需要用到氧氣的才可以住院 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確診的案例 如果症狀不是很厲害 我們要在急門診處理掉 事實上昨天看起來 我要謝謝我們市民朋友 這個大家還是相當有水準 當我說快篩陽才可以來的時候 很清楚的 我們在6日2天 來做篩檢的人數有減少 但是那個PCR陽性的你知道大幅上升 已經到64%了 所以表示說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市民朋友 已經不會再把這個免費的PCR篩檢站 你知道嗎 當作來做健康檢查的 還是真的是快篩陽才來的 那我希望這個 因為這是統計到昨天 因為昨天有一些事之前預約的 我們既然都來了 我們也不會說 他都預約了 來說不給他做沒有道理 所以就給他做了 我相信今天這百分比會更高 所以跟大家講 因為我看網路照謠說台北市PCR一天只有4000多 4000是指那7家免費篩檢站 我們台北還有八大醫學中心 還有一大堆區醫院 還有診所 其實我們一天的PCR可以做到3萬沒有問題 只是說就算可以做到3萬 問題是做3萬不可能 用來做的每一個都是PCR陽性 總是有一些不是 所以我還是要把我們台北市的PCR的量能 保留來做為快篩陽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我們希望用快篩來做第一線的這種篩檢 你真的快篩陽才進到第二線 我來做PCR確診 這樣才可以讓我 雖然每天可以做3萬的這種量能 不會隨便被使用過度崩潰 因為現在中央說有公佈藥局可以 憑健保卡去買 我也知道 一盒500塊還是一個負擔 這我們了解 所以台北市是這樣 低收入戶你知道 我們會直接撥到你的帳戶500塊 胖戶100塊 最慢最慢 5月17號全會入帳 因為這樣 因為有的是用富邦的 有用郵局的 總列很多 全新的那種專門處理快篩陽的地點 那現在都在日夜趕工 因為在急診外面加一個急門診 通風設備 動線 人員要調集 也不是那麼容易 給我們一兩天的時間 不過至少在今天七大篩檢站叫三種 那這七大篩檢站是這樣 大概一般來講 括號結始至五點 你五點前有來的 保證可以做到完 那三種是已經開始延伸到夜間 那我們將來會想辦法 在新加入的 就是 早上下午晚上都會有 但是一步一步 我們已經開始在動員了 這動員的目的是怎樣 我們讓新 再講一遍 我們讓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要擋在醫院跟急診外面 我們要保護醫院的量能 北市也預計盡快開設 快篩確診急門診 我們聯育五家加上 關渡加上萬方 就七家 那三種動員最快 他也上線了 所以今天現在是七家有八家 那我們現在開始在聯絡 醫學中心 還有我們 醫學中心 這考慮要幾個因素 第一 你急診外面要有足夠的空間 那空間很窄根本就很難設 所以要有足夠的空間 第二點 動員需要時間 因為裝一個戶外的空間 你知道 你的保證你都不會遇到下雨 所以那個雨遮 人力動員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 包括我們台北市政府也開始在 我們在四北科有一個 專區也在動員 現在連夜在施工 所以現在我們台北市已經有八家了 他的作業能量你知道 我估計已經可以到3000多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動員 那希望到後天你知道 現在是禮拜一 到禮拜三可能會更完整 會繼續上升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兒童要不要設專區 因為我看那個數據 大概7到9% 現在來求診的 快晒陽來的 大概有7到9% 是14歲以下 這到底是要專門的醫院處理 還是每個醫院都監看 這我還在思考 不過anyway是這樣 現在就分在一起處理了 只是說那個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給藥還是比較麻煩 大人大概 大人反正就 要吃藥就固定了 小孩子那個劑量要另外調 不要麻煩 所以這個給我一天的時間思考一下 柯文哲戰略以快篩取代PCR 讓快篩擋在第一線 也宣布台北市的低收入戶 每人將直接撥到帳戶500元 補助買快篩 最慢5月17號會入帳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